本土、民主、反共 普羅政治、民生起義 myradio.hk 普羅政治學院將於2016年 全力推動公投制憲運動 現於2016年3月31日 舉行公投制憲運動籌款萬元 VIP席一席12位 每席3萬元 一位席卷2500元 普通席一席12位 每席7200元 一位席卷每位600元 席卷購買方式 请参阅myradio.hk 育扣重促 多谢各位支持 擁抱大香港主義 香港人做主持 大香港早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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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亦就找到訪問了 可以接通到訪問了 我們會訪問劉怡靜 學院前總編輯 quinho 也是Marcus 電話已經通過了 打電話來接通了 馬卡士 你好 早晨 早晨 早安,Marcus就應該剛剛結束了港台訪問 我相信這幾天應該有很多人找你們訪問,是嗎? 這兩天,超出我的預期 超出你的預期? 你有沒有數過現在有多少個媒體找你訪問? 十幾個 十幾個 就是這兩天的發生 其實大家都知道,剛才我們都用了一節的時間去介紹學院這篇 其中一篇文章就是《我們的2047》這篇文章 可以說是《一石擊起千蟲浪》 各方都有回應 其實巡禮也要說一下 雖然你未必很想回應這位人物 梁振英他有故意出來說 其實你覺得他的說法,香港從來都是一國 或者自古以來,恆久以來,中國的領土 《基本法》也寫明 又說到2047,50年不變之後 純粹是說資本主義 以及香港的生活模式的情況 跟其他東西無關 是討論是討論的 對於他這番的言論,你會怎樣再說一下 首先,我不知道他說的中國是哪個中國 如果他說的中國是民共和國的話 香港開售是1841年 現在中國是1949年成立 如果香港歷史還要長過中國 其實為什麼香港只會是中國一部份 如果他說之前的朝代 每個朝代板塊都不同的時候 他說的中國是哪個中國 我完全理解不了 難道我們每個人都是非洲人 每個人都是在非洲大陸 人類起遠的時候出生的 是 所以這種自古以來的說法 是永遠都說不通的 而且他是非常踐踏著 每一個人的個人意志 因為有能力去決定香港 未來 就算退一萬步來看 香港以前 香港這一刻 他在憲制上的而是中國 屬地的時候 不代表他之後不可以改變 有能力去決定 究竟香港應該向哪個方向走 應該只有香港人可以決定 是 明白 那這個 除了這個就是說 其實我也聽過其他的訪問 即是關於訪問你 訪問你 是關於這篇文章 其實我看到有一些 都會質疑你 你覺得現在是獨立 說獨立 怎麼說 會不會 會不會 那些比較低層次的說法 就是沒有水沒有電 死的了 會 這些我覺得 其實 你也可以簡單回應一下 這些類型的質疑 但我更加想知道 其實你對於這些 這樣的質疑 你的看法是怎樣 你會不會太沒有水準 李國昌真的差一點 是 你說香港 沒有 即是來來去去 都只有兩種說法 一是香港不可以獨立 因為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 大家都是中國人 不要分藍合術 要不就是 香港 即是香港沒有一個條件去獨立 但條件是創造出來的 例如新加坡 即是它是喜馬來亞分國出來 但是 新加坡立國初期 其實它的條件都非常差 那它就是透過 其實它立國不過是五十年的時間 透過這段時間 去填海 去進行不同的建設 由政府去推動 那它建立了一個 現在就是大家 香港人會無緣無故 現在很嚮往它 人人有留住的 這樣一個國家 所以我不認為就是 今天它沒有條件獨立 我認同的 我們這篇文章都有說到 就是今天是沒有條件獨立 但是五十年 不代表五十年之後的香港 而二零四十年的香港 是沒有條件獨立 那其實 又說到這個年份問題 即是幾多年之後 會創造到條件 其實說真的 風水佬 就騙你十年八年 即是沒有 其實我的意思想說 很難說到幾多年 我們可以創造到這個條件 但是其實 我想問一下 比如你個人的看法 或者是願望 你覺得其實是 我們應該要 什麼時候可以 有這個獨立條件 出來 會是最好的時間 你有沒有這樣的看法 我想時間會是 至少二三十年的時間 要說就是 令到我們這一代的人 有更多傾向獨立 以及令到下一代的香港人 都會認同 即我們下一代都會認同這個說法 首先要有人民意 或者有人民力量去支撐 有能力去推動任何的政治變革 或者是任何思潮的改動 其實見到台灣 它現在有一個 它自己的民選政府 但是它都不是聯合國認可的 其中一個會員的時候 我們就知道 其實不會是一件很短時間內的事 文章也有說到 就是可能學界要搶佔它的地位 然後要有更多的本地資本 以及教育 在不同層面上 都要去嘗試 可以爭取更多在社會上的 一個足夠的權力和位置 去令到香港有更多 不論是經濟條件也好 還是在外交上 亦都有更多的博弈空間 是 其實聽得出 其實你也會認為 是說 我們要首先爭取香港人 要認同港獨這一回事 是 我看到文章裡面 其實大家都會 執著那個所謂三點訴求去說 我再重申一次 那三點訴求 就是香港成為聯合國認可的獨立主權國家 第二點就是建立民主政府 第三點就是全民制定香港憲法 其實我想問一下 如果以這三點訴求 或者這三點的看法 你會不會覺得有先後次序之分去進行 我想二的前設是一 要建立一個民主政府 先要透過獨立 就是有一個可以限制的邊界 這個很基本 而如果最容易做到的人 應該就是三 但是那種三會不會是 就是一種有法律效力的一份憲法呢 我不認為會是 但是它可能會是一份民間推動的一份憲法 是 透過公投去產生獲得香港人的應酬性 以之去對抗基本法 所剝除香港人的自由 一個民意的武器 我想這個是比較容易做到的事 但是如果真的要說到一份 真的有憲制權力的一份憲法的時候 都要透過一份難度一才可以做到 這樣的狀況 既然你都提到公投問題 其實我相信你都知道我們 簡稱叫做葉普城 我們其實就會有公投制憲運動的出現 其實你會不會認為這個公投制憲運動 可否說是符合到你剛才說的第三點的 全民制定香港憲法這一點 首先我不會說 我未必是很大 葉普城的一個競選藍圖 我理解的就是 葉普城所推出的一個 叫做全民制憲是透過修改基本法 我個人是不認同 因為我認為基本法它本身是基於一個 非常錯誤的框架之下建立 整個過程是沒有獲得香港人的認受的時候 即是用基本法去做修改基本法的過程 其實變相是 承受基本法它的legitimacy 所以就變成了 這個會是一個困難 是 其實不是建基於原本的基本法去修改 還是重新 完全有一份新的香港憲法 你的說法是這樣 我的想法是這樣 當然 仍然是存在著很多問題 就是怎樣去界定 誰可以有份去修改 而那份 而叫做全民的問是指什麼人 我認同當中有這些問題去討論 但是 基於我自己憲法的嘗試是非常薄弱的時候 我未必可以給到很多這方面的資訊 我覺得 承了出來討論 絕對是一件好事 令到更多人去 即熟悉這方面的人去提出一些相關的看法 是 其實這個也是你 我聽到你在其他媒體都會經常說的一點 就是說 你希望其實這一個文章就是 帶出討論為主 其實這一點可以說已經是超額完成了嗎 我 比我期望高 我期望寫得低 是 就是 你認同 算是超額完成了 如果純粹是這篇文章的討論性的話 全都會回應我 應該也算是 是 這樣 可以說一下 其實 雖然你是學院的前總編輯 其實你覺得 你覺得接下來學院可以再在這方面 或者其實 當然我叫你批評其他香港的其他大學 是不公平的 或者如果可以 可能集中說一下學院本身 就是 在這個 叫做 我不知道你幹嘛用這個字眼 推動港獨的這個 這樣的路程裡面 你覺得 學院可以再做多些什麼呢 其實我想 就是作為學生 或者作為 一個作為學生 第二就是作為一個傳媒 其實可以做到的事情 不是真的 那麼多 那麼我想 就是用文字去推動 已經是一件 就是 能力範圍來 可能是最準最準的事情 嗯 然後 我想 未來會是繼續寫的 那麼其實 雖然有很廣泛的討論 但是 我自己認為 其實就是 宣言裡面都是很多很不充分的地方 就是可能文化創意 它怎麼去做 或者真是國防的措施 它怎麼去 令到更加完善的時候 很多這些討論都沒有觸及到 可能我們的傳媒制憲也都 不是真的夠 也都未夠很深入 所以我認為這些需要去繼續寫 那麼 如果未 就是我不會 因為每一屆學院 這個要非常重申 就是每一屆學院編輯委員會都是獨立的 是 我們也都 我們不受民族論的影響 那麼同時 我們下莊也都不會受我們有界寫的任何東西的影響 所以他們而選擇他做甚麼是他們自己去決定 是 不過我認為就是以一個曾經 About 以前學生部的編輯角度去看去看的時候 這 Defend 文字已經是一間學生可能做到最最準的電影響 是 如果社運運 或者其他衛生運動 之後的話它可能就是要從此學運 還是從而成績退伍 那麼其實說到這個 即是你很強調吧 學院現在行情熱的學院 現在新科技科技士是完全独立自主的 你也不會指手畫腳 但其實 譬如說回香港大學 你肯定比較熟悉一些 你覺得學校的同學的氣氛 去討論這一種港獨的話題 或者香港的前途問題 其實算不算是有討論 我不敢問是不是算不算熱烈 但是有討論嗎 有的人有的 即是實質的狀況是怎樣可以透露一下 我想 上一間學生會應該搞了兩次 叫做香港前途 就是關於香港前途的一些討論 我想如果在學校裡面 其實關注時事的一班學生 肯定會去想 究竟香港未來應該怎樣行 但是 其實學生有很多種 可能大家有些比較讀書 有些想做 找工作做委員 我不會說是很熱烈 畢竟 其實這個討論 可能剛剛才提到整個社會 我想還要時間去醞釀和發酵 才會有更多人去討論 但是經過這篇文 其實因為 我相信平日 現在是不拿學院的同學 那一半應該是全部拿的 那一半是嗎 沒有 這是非常不好意思 因為我們還未印到 他還在印 所以還未能拿 所以有很多人都來買門 其實現在只有網上版 現在只有網上版 還未有實體版 對 你們想要印多少 我們印了五千本 五千本 好好好 那可不可以透露一下 在哪裏可以拿 其實回到我們的Facebook page 就會看到有哪裏可以連結 那 港大片應該有幾個報價 分佈在不同校園 另外就是網上版 那我們 應該會看看情況 可能再去分發去不同地方 是啊 我想五千本港大都一瞬間會燒光 應該不夠 上次《民族論》被梁振英講完 也有很多人去搶 那你們會不會考慮家印呢 我想真的要看情況 因為家印是 我們是基於港大學生會的 那些財政規定之下去運作 所以要家印或者做任何其他工作 都要再看看那些運作是怎麼決定 是啊 所以我剛才想說 今次因為這篇文章這麼大回響 社會上各個界別 各個人馬 這麼多討論 我也相信 你剛才也說了 港大學生很多人去摸門釘 去找這本今期的學院看看 其實 你會不會 寄望 這次有這篇文章 那些人數不夠多呢 簡單來說 我想 一直以來都有這個問題 關心 關心政治 關心社會的學生 未必是學校的大多數 但是有另一點就是 這個人數是增加的 也是每天都增加的 就是越來越多同學是會關心的 所以 就算在港大學 也要時間去 令到多些人去討論 那固然有篇文章 由社會傳到同學的意中的時候 那我想 絕對應該是好事 令到他們 至少去看我們寫了些什麼 因為港大學不是這麼多人看 港大學 那其實 我自己 不是學院的讀者 老實說 但是我看到你其實 例如今期學院 我們拿回你的電子版看 其實真的有很多篇文章在裡面 你說的是有九十幾版子 是 是 其實 這個可能有一點點 拆開了 不是說你們現在 我們的2047這個討論 我想說的是 其實你們那個 就是你們學校這個 你們學院 修文那方面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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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都是你們 港大學生的 因為有一個怎樣的情況來的 大部分文都是我們 片委會的人自己寫的 是 然後 其他文 我們會有投稿 但是投稿都會著名的投稿 嗯 投稿二萬元 其實大部分都是我們自己寫的 那麼今期 我們真的有些附屬編尉 他們就負責寫評論這樣 是… 那麼其實… 如果這樣說 如果…我想說是說 港大學生能夠參與 好像你這樣說 去參與多些政治討論 那麼可能其中一個方法 就是投稿給你們 嗯 多些不同的討論 就是… 有一點就是… 我們遲些 會有一個網上平台 是… 希望去… 令到… 即是我們認為不可以單純 我們給… 資訊大價 那麼… 現在這個世代應該是大家一起去… 即交流和分享資訊 是… 那麼… 如果有網上平台 就會… 可以被人在網上投稿 嗯… 也都有一些新的… 即不同的專題 去令到多些人都一起可以參與去… 即是寫這個… 寫這個… 嗯… 我們一起去討論 是… 其實都… 我還想問一下 就是說 譬如現在其實你提出… 即是現在這篇文… 最主要有一個… 一個問題就是二次前途問題 你會覺得呢 其實現在香港的政黨也好 或者政治人物也好 關於這方面的討論 其實是否真的足夠呢? 真的太少了 就是… 我自己看就覺得很少了 其實… 近乎沒有 是… 也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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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 請你繼續 不好意思 我想… 少是正常的 其實他們2047 都還有30年的時間 是 那… 所以… 而… 不是人人都敢講這些問題 因為… 就是對於選舉是敏感的事 嗯… 而對於中央官員更加是… 不會… 就是不會願意提及廣獨這些選項的東西 是 那所以… 既然是學生沒有包袱 那為什麼不去做這件事 去令到更多人去知 而… 也收到過一刻 就是… 大家至少… 不去… 即是… 不未必認同也好 大家都知道有一件這樣的事存在 嗯… 我想這件事會是… 慢慢可以建立到氣力了 嗯… 其實… 就是… Marcus 你… 我覺得你也挺寬容的 就是… 我… 我… 怎麼認為呢 其實… 是… 很迫切的 其實我覺得這個問題 是… 不是說… 幾十年後的事 其實是殺到埋身的 因為… 其實… 你這篇文都寫得很清楚 由… 以前《中英聯合聲明》的情況是怎樣 到… 近年… 所謂… 主權移交以後 尤其是… 特別是近年 中共對香港的一些… 侵害 一些… 令到我們香港… 所謂民不聊生的狀況 其實你也提到這些情況 呃… 我覺得… 其實是很迫切的 其實… 不是說… 真是幾十年後可以慢慢攤場來玩的事 是… 我認同的 我非常認同 其實… 我想… 昨天有個訪問也提到 就是… 香港人等不到2047 大家以為2047很遠 所以不去理 但是… 2047這個問題是… 其實是可以在十年之內發生的 嗯… 十年之後香港的變化 可能已經可以急速到 中國要立即收回香港 沒有人知道這些情況是怎樣 所以… 如果現在不去討論 等到時燈火燒起來的時候 就會真的太遲 所以… 我非常認同 就是你所說的就是… 就是… 這個問題是很迫切的 所以… 正正的迫切 所以要… 現在開始去說 是啊… 而我自己其實… 都挺不滿的 尤其是… 就是泛民 我也不怕開口說 就是… 我覺得他們… 譬如… 我們剛才… 之前有一節 是… 專講你的篇文 介紹給我們的聽眾聽 其中我們插錄了一些… 坊間的回應 譬如何俊仁的回應 她是完全看不到她的立場 我覺得… 其實是… 是… 是… 挺離譜的 我只可以說回 用他們劉慧卿的說法 就是挺離譜的 因為… 有一個這麼清楚的議題 她只是… 她的回應大概就是… 言論自由很好 大家… 香港是應該有言論自由 說什麼都行 只是一個這樣回應 我想問一下 其實… 你對於這類型的回應 可以身為一個… 泛民身為一個… 他自己聲稱 爭取民主這麼多年的人 對於這類的回應 你會怎樣看法呢? 其實… 我想… 我沒有什麼感覺的 我不會對說… 泛民族是批評的 還是… 我亦都不會… 有期望就是她會… 她會… 支持人… 支持一些學生去推動這些言論 或者去… 鼓吹港獨 嗯… 就是… 我想年輕人普遍的 對泛民都是沒有期望的 我想… 即既然都不會投給她們的時候 那麼… 我不會太border 她們… 是… 怎樣去想 我覺得何秀蘭的說法更加誇張 是 她說就是… 我們說到就是… 一次前途談判的時候 香港人沒有分去決定香港的前途 嗯 她就說… 大家… 不是那個時候的年輕人 所以沒有分香港年輕人的憂慮 對… 對… 所以… 就是… 要… 要顧及她那時候的少女情懷嗎 這個意思 是啊 是啊 但是… 所以我又… 年輕人… 基於對她們沒有什麼期望的時候 我想不會說… 就是… 我自己… 對她們的說法怎樣都沒有太大感受 明白… 明白… 即是沒有期望沒有失望 那麼… 你們有沒有其他補充? 那麼… 今天呢… 暫時… 我想我們訪問到 Marcus 劉易正 學院的前總編輯 暫時訪問到這裡 那… 真是… 很感謝… 很感謝… 因為我知道你其實是… 非常之疲累的 你已經… 很多媒體去轟炸你 但你都願意跟我們… 即是… 做一個比較詳細的訪問 那麼… 謝謝 Marcus 再次謝謝你 謝謝… 希望之後有機會我們再… 關於港獨的討論 我們再做訪問 好嗎 謝謝…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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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羅政治學院 將於2016年 全力推動公投制憲運動 現於2016年3月31日 舉行公投制憲運動籌款萬元 VIP席一席12位每席3萬元 一位席2500元 普通席一席12位每席7200元 一位席每位600元 席券購買方式請參與 myradio.hk 欲購蟲蓄 多謝各位支持